现今环保意识相当重要 而一般被传统归类为垃圾焚化处理的凤梨叶 由于它的叶纤维坚韧 可被生物分解的特性 应用在现代工业上却是具有潜力的领域 而民间在第一家专门生产七级车零件的企业 近期凤梨叶研发成功 凤梨叶补车胎翼 不但无毒友善环境 且非常实用 那今年也是我们育人工业成立43年来 第一次在台北国际汽车配件展首次展览 那当然针对这次展览 我们非常的有信心 因为我们将我们一个全新的品牌 全新的产品 包括我们的U系列补胎片 还有我们的最新型的GA补胎翼 带到一个全新的补胎片的市场 我相信透过这次的展览 会让很多世界的厂商 看到我们育人工业的不一样 研发部协理林玉宏指出 南投属于凤梨生产大线 凤梨也是民间乡特产之一 本厂周围处处可见 而这也是公司研发绿能补胎翼计划的动机 工厂外面一走出去就是凤梨田 所以我们就想说用凤梨叶来 加入到我们的补胎叶里面 我们从凤梨纤维叶里面 萃取纤维 加到我们的补胎液 然后增加我们的补胎效果 那它是所有的配方都是环保的 其实很多农业废弃物 就是我们最后处理都是用燃烧 那因为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产品 我们大概我们初估一年大概可以 消耗掉50吨的凤梨纤维叶 那就可以减少一些农民 就是去燃烧废弃物所造成的污染 县议员张婉慈肯定在地企业的用心 将凤梨叶透过加工改良的方式 生产出新的产品 就有这样的方式 能够有效处理农业废弃物 响应环保 那我们的育人工业 其实它除了给我们在地详情 有许多工作的机会之外呢 那其实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议题 就是环保的议题 那他们这次也有新研发了新的产品 其实是跟进了我们的环保 在未来的趋势上 环保一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环 也感谢育人工业在这方面的努力 那也感谢他们提供给我们 在地乡亲有许多的工作机会 而这家企业生产各式补胎产品 至今已40多年 今年也首次受邀参加 国际知名的台北国际汽机车 零配件展览会 相信透过这次的展览 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 记者中文军民间采访报道